大家好 我是無界 大家有收集動森壁紙與地板的習慣嗎? 我最近終於把全部壁紙與地板都收集完畢了 YA~~~~~ 沒有罐頭音效知道自己YEAH 壁紙目前這個版本總共有262種 大家知道哪個壁紙是最多動物居民使用的嗎? 我幫大家統計好全居民使用率最高的前12款壁紙 大家猜一下第一名會是哪個壁紙呢? 在公佈之前還是要說一下 這次統計都是以個人特色房來做統計的 初始島民們的樣品屋沒有列入計算 我就開始從後面名次公佈答案啦 第一個是木屋牆 總共有7位動物居民家裡使用壁紙 有肥肝 小薰 鮑 鮑 黃金雞 鋼索 太平 萬太 輕鬆營造出住在小木屋的氛圍 這是需要用DIY製作的壁紙 需要從元氣系的島民那邊學習 用15個硬木材就能製作囉 接下來是藍色兒童房壁紙 也是有7位動物居民家裡使用壁紙 阿克 遜藍 哈姆 大大 阿盼 阿豬 愛德豪 兒童房壁紙還有黃色綠色粉紅色 但藍色是最多人使用的 入手方式是從狸貓商店購買就可以獲得囉 再來是白色植物圖案專牆 也是有7位動物居民家裡使用這種壁紙 西瓜皮 蒂芬 蒂芬尼 雪兒 尼加利 布蘭尼 木兒 雞雞 都是一些看起來很有品味的島民 房間想要走簡單又不是氣派路線的 可以考慮這個壁紙喔 入手方式也是從狸貓商店購買 接下來是空地圍欄牆 也是有7位動物居民家裡使用這個壁紙 有鐵熊 大腸 毛樂石 骨獵 張丸丸 加壁 跟我家的阿姨啦 這幾位就是大家常說睡在橋下的 算是非常有個性的壁紙 入手方式是要從洛蘭那邊買才有喔 再下一個是夜景牆 還是有7位動物居民使用這個壁紙 有森森 花娜 麗婷 起司 馬力蓮 阿朗 萊恩瑞 夜景牆也是我個人最喜歡的壁紙 它讓人好像去高級飯店住宿的感覺 所以我也在自己的房間使用了夜景牆喔 這款的入手方式也是從洛蘭那邊入手的喔 下一個是星空牆 一樣有7名動物居民使用的這個牆 有瑞奇 朱鯉 遠人 月兔 章魚 木木 跟青瓜 星空牆真的很漂亮 也很有一種安靜祥和的感覺喔 入手方式是要從貓頭鷹妹妹婦科那邊 獲得DIY方程式後 用五個星星碎片與一個大星星碎片製作的 再來是灰色鐵皮牆 也是有7名動物居民使用的這個壁紙 有伊比利 梨可 麥克 爪爪 獨仔 博士 跟浩克 灰色鐵皮牆給人感覺酷酷的 又帶有一點點生命感 這款壁紙在狸貓商店就能入手囉 接著是南方海洋牆 也是有7位動物居民使用這款壁紙 減培拉 理查 舒芙蕾 帕塔亞 莫妮卡 阿甘 抹鏡 超級適合夏天使用的壁紙對啦 使用這款壁紙的動物居民們看起來也都很陽光耶 這是夏天限定的DIY喔 用五個夏天貝殼就可以製作南方海洋牆了 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公布了八款壁紙 全部都各有七位動物使用喔 剩下四款就都有超過這個數量喔 會是哪些呢 首先就是美麗玻璃牆 總共有八位動物居民使用喔 有小瑩 小玉 羅宋 米蘭達 史培亞 梅莉諾 小瑩 戴維 跟鳳鳳 是一款不論男女老少都適用的壁紙 使用這款壁紙的動物居民們 似乎也都很愛古董家具做搭配喔 看來是蠻適合氣質路線的室內擺設 美麗玻璃牆在禮貌商店就能買到 再來是冰雪壁紙 一共也是有八位動物居民使用喔 有哈奇 冰沙 歐諾拉 寶拉 花壽司 竹倫 福特 雷拉 全是企鵝 單靠一個物種就能擠進前四名的壁紙 這個壁紙看起來就非常的冷喔 真的很適合企鵝們使用 入手方式是要在冬天的時候堆出完美比例的雪人 從雪人那裡拿到DIY後 用八個雪花與一個大雪花來製作 再來剩最後兩名了 第二名是混凝土牆 總共有11個動物居民們使用這款壁紙喔 有閃電 阿爾 趙琦 阿敦 西維亞 封傑 貝拉 小劍 羅迪歐 阿寶 阿聘 在現實中我自己也是個超級喜歡清水魔的人 這種牆就是好搭又好看 也難怪在動森中會有這麼多動物使用這款壁紙 混凝土牆在禮貓商店就可以買得到喔 最後要公布最多居民使用的壁紙了 第一名是 後院牆 總共有13位動物居民們使用這款壁紙喔 有阿手 阿訪 阿牌 羅賓 美嘉 茶茶丸 馬欣欣 周知祥 佩希 蘇炳 童兒 小琴 跟馬格 有這麼多動物都住在院子裡 大家有猜到第一名是後院牆嗎 這款壁紙也是要從洛蘭身上才可以買到喔 壁紙有這麼多款 卻有這麼多隻動物們使用同一種壁紙 表示有些壁紙都沒有被動物居民們使用到 也是有點可惜啦 大家有沒有最喜歡哪一款壁紙呢 有沒有也出現在今天介紹的12款裡呢 歡迎在留言告訴我喔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 感謝大家來看 我們下次再見啦 掰掰